嗨 鋁合金的边框设计搭配卵质头带可以支援各种头围 2023苹果开发者大会规模堪称近10年来最大 因为万众瞩目苹果第一台头带装置Apple Vision Pro来了 采用MicroLED将2300万画素搭载进两个显示装饰中 相当于每只眼睛就是一台4K以上的电视 采用双晶片设计搭载M2和R1晶片 且不需要摇杆或特殊手套 只需要利用眼睛、手和声音就能操控 单次充电就能运作两个小时 Vision Pro没有限制显示装饰 你的周围变成了一个极限的标准 使用你的Apps在任何地方 使用它在任何尺导 不过价格上是比原先预期的还要贵 要价3499美元 约合台币10万7千元 且最快要到明年初才会上市 另外一大亮点就是世界最薄的 15寸笔电15.3寸MacBook Air机身 也只要11.5寸公里 重量也只要1.5公斤 Apple Watch也新增堆叠小工具 未来还能提供情绪记录 软体上也有更新 新一代作业系统iOS17 整天的即时语音邮件 不过这次没有带来 外界期待的生成式AI新功能 WWDC结束后 苹果股价由红转黑 最终收跌0.76% 东塞新闻综合报导